各位在这时代里拥有数十亿的人的信念 都是跟随自己的心走 我的心怎么告诉我 我就怎么行 尤其是在一个充满科技、资讯、潮流、电影、音乐的时代里 人都活在一个天天变化无双的世界 每天有新的情报、新的体验、新的看见 领导人的生命里 所以人的心灵无形当中 一直被这些新事物刺激着、吸引着、引导着我们的心 似乎能够得着暂时的满足 甚至是基督徒 我们的心是时常告诉我们 要得着一个贴切感或一种快感 所以只能听容易的福音、舒服的恩典 却不能深思和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基本上这是一个信念 如果我们只有跟随自己的心 我们要问自己是否是救我们还是害我们呢 我们要很谨慎邪灵的欺骗 虽然我们人都很自然会跟随自己的心走 但是如果跟错了而被操纵 我们的信心绝对无法经得起火的考验 反而带来更多的心灵的损害 所以各位 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心 到底是在跟随怎么样的心呢 那就是误会的心了 你的心可能会告诉你说 现实的东西才能满足我的欲望 我要做些有用的事才能被看好 如果别人不赞同我 他们就是对我不好、不爱我的人 而那些赞同我的人才是对我好、爱我的 那我要找一个对我好、适合我的配偶 就算不是信徒也没有关系 或者人都是在追求上进成功 我觉得没有错啊 我知道要爱人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爱某些人 等神感动我再说吧等等 各位 你认为这些信念是正确的吗 是害我们还是救我们呢 当我们的心在思考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错误时 虽然这些需要和错误 看来是很正常、很正确、很有吸引力 但是突然间会发现自己其实是趋向着自己的罪行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随从自己的心的信条 圣经告诉我们的心都是诡杂误会的 在耶利米书 十七章九节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视透呢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主说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凶杀、奸淫、狗和、偷盗、妄证、半毒 各位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是不能引导我们 因为都是误会的 误会的心使我们无法亲近神、靠近神 无法喜乐、感恩与祷告 事实是 人的心不会告诉我们真理 它只会告诉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挑动我们的欲望 若我们跟随自己的心告诉我们要做的事 所做的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自己得荣耀和自我的放纵 换言之 跟随自己的心是不能救我们的 那我们的心需要被拯救 而方法必定要跟随上帝 唯一的引导者了 那神设计我们的心不是为了跟随着 乃是为了被神引导 我们的心不是被设计为要信从心为神 乃是被设计为要信从神的 如果我们使我们的心成为神 并要求祂引导我们的话 祂将导致我们陷入自怜的痛苦 最终掉入更严重的属灵问题里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有问题 有罪性 祂是不能拯救我们的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跟随自己的引导呢 但如果我们的心是相信上帝 接受祂成为我们心中的王 那么我们心中各种的误会 属灵的疾病都能够被拯救 就如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 反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祂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各位 神祂是怎么拯救我们呢 神是用祂的真理和恩典的 真理反射我们的误会 但同时借着祂的恩典给我们蒙爱的身份 独特的呼召和反射使我们肝强的心 神的拯救才能使我们从误会的观景里面出来 并且不是一次 那是拯救到底了 所以当我们跟随这位引导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主 祂被亲自引导我们的心 进入那出乎意料的平安和喜乐里 那么我们要如何跟随我们唯一的引导者呢 我们要与神合而为一的心 如何与神合而为一呢 简单来说 就是领受主基督的心 父神怎么爱耶稣 今天也怎么爱我们如此软弱的儿女 父神怎么与耶稣同在 今日也怎么与我们同在 父神借着主耶稣得胜一切 今日也借着我们得胜一切 这就是与神合而为一了 合而为一的心 就是凡是能够听见父神的心 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所看所行的遗旨 叫我们失去恩典 例如我们的心 常告诉我们要关注要忙的是 自己的软弱条件 失败无能问题等等 但主要我们的心 时常得的是他向我们怀的心和认识主 已经放在我们的生命条件 角色年龄 时代里的使命了 所以在我们跟随主的日子里 有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撇弃自己 转向他 然后你会发现 当我们越来越少跟随自己的心 也就是放弃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需要和自己主观的看法 而是让主引导我们的心 必会带来自己越来越唯独相信神的心 相信神的应许 他的同在 引导 帮助 保护 好使我们能从误会的心被整住 也能祝福我们的家庭 地区和望明了 那因信神 所以我们必不羞愧 我们所有的问题 也必转为祝福了 那最后 要全心 跟随主的心 我们时常要省察自己的动机 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呢 是否有与神合而为一的心呢 所以我们要多思想 主的话 继续按着主的真理祷告 那当我们的心跟随主 你将有无法解释的喜乐和干强的心 能面对一切的挑战了 所以各位 让我们不要随意跟随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是要被拯救 为要相信上帝 跟随耶稣的 因为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的大目者 他要引导我们的心 去向永远的盼望和满足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